大家好,今天我要带领大家复习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来探索儒家思想中留下的那些灵性的线索 孟子是战国中期人,他是继孔子之后儒家最重要的思想家 孔子我们都知道他是扬声大师 孟子曾经周游列国,推行他仁政和王道的思想 仁政的思想主张是说君主要把自己内心的人爱 从家人推广到社会,正所谓老无老以及人之老,幼无幼以及人之幼 从爱护自己的家人,推广到爱护自己的国民 这就是仁政的代表 推行仁政的具体做法就是行王道 使百姓富足,安居乐业 这样一来,百姓自然会拥戴君主 国家也自然会繁荣富强 儒家思想的核心可以概括一八个字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通过改变自己 来改变世界 在地表会执持出更多的盛光 建队群们才能更有效的展开行动 地球也可以早日解放 我们在生活中很多不起眼的小事都可以促进地球的解放 比如说,我们每天花十分钟的时间 进行冥想 我们去传播真相 我们去欣赏美丽的人 诗,悟 我们也多多地与自己灵魂进行连结 这些都是锚定盛光的很好的行动 下面呢 我带领大家过一遍孟子的生于幽幻 此于安乐 给大家鼓鼓示起 顺,发于全母之中 父,月于板柱之间 交阁,举于颜之中 管一吴,举于世 孙叔敖,举于海 百里西,举于世 故,天将将大任于世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行服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 人横过,然后能改 困于心,横于律,而后做 争于色,发于生,而后欲 入,则无法加避世 初,则无敌国外患者 国恒王,然后之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也 孟子呢,在这篇 不到二百字的短章中 围绕客观环境 与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关系 阐述给我们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的深刻道理 我们要成就大事 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磨练 只有经历艰难困苦 经风雨,兼世面 才能磨练我们的意志 增长我们的才干 我们,从而可以担当大任 安逸祥乐 在温室里成长 则不能养成克服困难 摆脱逆境的能力 或在困难面前束手无措 遇到挫折、逆境、消沉 而绝望 这些,往往会导致毁灭 所以,最终他得出了结论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纵观中华文明的历史 这六位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人 顺、傅月、娇格、管仪、孙淑敖、百里希 他们都是从困难当中发迹的例子 这六个人的共同特点是 他们在担当大任之前 都曾饱经忧患 经历过坎坷、艰难的人生经历 而且,正因为他们付出了非常寻同的代价 这些圣贤们才能动心忍性 曾益其所不能 成就一番宏大的事业 孟子呢,主张性善 仁义、理智 生于我们的内心 这些,都来自于我们的本性 原文中说到 曾益其所不能 是让这六位圣贤 增加了他们本来不能做的事情的能力 命运的挫折、身心的磨难 不但没有使他们屈服 反而磨利了他们的人格 增长了他们的才干 让他们变得更加成熟 最终成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 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 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 放到我们的肩上 就一定要先磨练他的意志 锻炼他的筋骨 还要让他经受缺吃少穿 穷困潦倒之苦 这样一来,才能使他 适应各种艰苦的生活 为将来建功立业 目下坚定的基础 孟子呢,也说到 人横过,然后能改 困于心,横于绿,而后坐 争于色,发于生,而后欲 这其实写的呢,是生于忧患 我们在地球呢,也会犯下各种各样的错误 我们,也要改正自己的错误 去原谅自己 这些呢,也是我们的决心 与主观能动性的体验 我们心机种子的一生呢 常常会因为内心的愿望 与客观世界产生了巨大矛盾 从而内心充满苦恼 压抑和困惑 思虑,阻塞不畅 可是呢,也正是因为这种环境 磨练了我们的意志 提高了我们的认知 而产生了自我奋发的行动 就是在这种与忧患的斗争当中呢 我们找到了生的方式与途径 从而获得了我们人生的意义 与价值 我们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 与自由 接下来呢,孟子又说到 入则无法加避世 初则无敌国外患者 国恒亡 这里呢,写的是死于安乐 在国家内部呢,如果没有敢于直见的闲事 初初提醒国君 如果在外呢,又没有足以与自己国家抗衡 对自己国家构成威胁的敌国 那么,在这样宽松和平的国度里 国君便整日安于享乐 而安乐的结果呢 也往往会导致国家的灭亡 这也是死于安乐的含义 我们呢,也可以把这些道理 应用于我们的人生当中 作为星际种子呢 正是因为我们内心所追求的东西 跟这个现实世界合格不入 所以才会磨练了我们的斗志 让我们把内心中的东西带出来 去打造一个我们想要居住和生活的世界 这些呢,也是我们的使命所在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 正是因为我们对现实生活的不满 所以这些激发了我们的斗志 让我们可以行动起来 我们呢,在逆境当中散发出我们灵魂的光芒 这些呢,也是生活的哲理 正所谓大道至简 以上呢,也是孟子作为儒家思想大师的代表 所提出的积极用事 奋发有为的著名思想论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